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丝毫表示 日本不顾磋商提议 对韩国发起经济攻势 政府将落实好产业对策 将此次事态转获为服 与此同时 韩国政府决定 明年编制高额预算 要和日本打持久战 李洛渊说 日本接连针对韩国采取现贸措施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韩日两国 世界经济和东北亚安全 都会受到波及 希望日方能及时改正 这种贸然和危险的决定 李洛渊还说 韩国政府对日本此番经济攻势 早有预料 并准备了综合对策 希望国民和企业 对此予以配合 也希望政界为国家经济 走向正确之路添利 李洛渊3号表示 韩国方面在最新通过的 补充预算案中 增加2732亿韩元 约合2.27亿美元 专门用于应对日本 针对韩国的出口管制措施 另据报道 韩国执政党 共同民主党 政府 青瓦台 4号举行高级别会议 商定在明年的预算案中 为应对日本经济报复 编制至少1万亿韩元 约合8.3亿美元以上的预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